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看影片我们接着再看 下面第六句和第七句 我心在止 算尽则死 最后这一句是这一段的总结 天地归神 见察 世间人造作善悟轻重 看影片里面给我们讲了六种国报 这个是六大类 每一类里面都很复杂 都很繁琐 这个第六句讲的是卧心在止 他的意思也是很深很广 主节里面讲 卧心是心秀 也是顺日天神的一类 我们常讲 天神卧叉 他是掌管人间一切灾祸 这些灾祸 专门是 但是意思不够圆满 但是意思不够圆满 完全说过了 不再讨论这些事情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 尤其是佛法的教育 佛法说的究竟出 失控法界一切众生 包括这些天地神明在内 跟我们自己是一个整体 息息相关 这个在佛法里面叫法身 叫离体 哪有不相关的事 不但相关 而且有密切的关系 一个人生在世界 念头不住 刹那刹那生灭 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好 时空从哪里来的 世界从哪里来的 众生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这些现象的 演变又是为了些什么 佛在经典里面教人的 都是这些大问题 把这些道理 四十真相 一桩一桩 给我们解释清楚 解释明了 让我们 让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相 彻底觉悟 彻底觉悟 觉悟的人就叫佛菩萨 不觉悟的人 这叫凡夫 凡夫跟佛菩萨 只是这米不同而行 除此之外 没有两样 天地归神 我心都是众生 众云活活而生 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 都是从一念自信所现 一念自信所变 这是佛经里面讲的 一切法为心相生 我们要记住啊 所以一切法呢 跟我们关系密切 我们起心动力 一念善 境界就善 境界是生活环境 大经上常说 一报随着正报转啊 一个人心善行善 他的环境就好 他生活环境就自在 一个人心悟行悟 他的环境就不好 他的障碍就很多 就像此地所说的 所以善与善相应 我与我照感啊 中国人对形象的观念 比较差一点 中国人重视 五行八字 重视这些 西方人呢 对形象非常重视 中国人迷信 西方人一样也迷信 他们也算命啊 他们也占卜啊 而西方人算命 占卜 占卜 多半是用形象 做一句 中国人算命占卜 多半是以一金八卦 做一口 但是 但是 这两个看起来好像不同 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么 那么形象 与我们地区有关系啊 地区有关系啊 我在新加坡 我 有个同修啊 送给我一本预言 这本书 他的预言在世界上非常著名 他就是根据的形象 这个人实时很远博 也有啊 也有啊 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特异功能 他的特异功能呢 很强 能够观察到未来 他生活在十六世纪 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五百年 五百年前 他的推论 1999年的七月 世界有很大的灾难 他说 人 人类要毁灭 这个本字翻译得很好 评论 也相当的客观正确 他虽然有特异功能 虽然对于形象非常精通 他的预言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 都说得很准 这个也好啊 还有百分之一没说准 如果今年七月不出事情呢 那就是百分之一啊 他没说准 这个评论里面讲呢 他是基督教的背景 他的思想见解 还是受基督教这个框框 先知主 没有办法超越 在佛教里面讲呢 就不一样 佛教讲这个艰难是可以化解的 他这个里面讲 艰难绝对不能化解 人 无论是怎么样的思想 怎么样的行为 都不能够改变 孙女 也就是他这个思想就是 人一定是照着既定的这个命运去走 他有个比喻好像这个舞台上演剧本 剧虽然没演到 但是剧本早就写成了 一定依照剧本去演习 一切众生在这个世间生活 都照他这个剧本去生活 一点都不能改变 这是基督教的思想 就像了凡四孙里 孔先生跟袁了凡算的命运一样 你一生没法子 一生皆是命 半天不由人 是这个思想 廖凡遇到云谷禅思 云谷给他一开始 他觉悟了 所以 他们只懂得这个命运定了 谁定的 他们也去问了 你一生的命运 什么人给你注定的 如果这一层深究 他就会开悟了 命运不是神决定的 神要是决定人的命运 人到这个去走作恶 神再要惩罚 那神不是 自己对自己过不去吗 神写剧本 为什么不写好的剧本呢 写的后面窝的剧本呢 那这个神也不是聪明神 糊涂神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命运是自己造的 佛法讲的有道理 命运是你 累积今生 造作一切善物 所以感应篇前面不是讲过 只要你回头 过去造作的物业再多 真正回头 真正忏悔 天地鬼神 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悔过之人 真正忏悔悔过 天地鬼神不会惩罚你啊 这个道理很深的 你要真正能够相信 真正能够理解 改过自信 转获为福啊 在人一念之间 所以他看到这些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有没有呢 非常可能有 他看的没有看错 但是这个四十真相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诺斯丹玛读过佛经 接受过佛陀的教学 他的看法就不会是这样的了 不可能呢 不可能呢 死在这个里面一成不变 今天讲到我现在之啊 我提出这本书啊 这本书里面 今天 今年 今年 确实 今年 七八月间呢 这个星象 很奇怪 这一种星象 过去说没有 这个书里面 说的很多 分析的很详细 太阳系 九大行星 包括太阳 这是十个星球 现在他们用这个电子计算机算出来 八月十八号 在太空当中排成一个十字架 这种形象非常稀有 很难有这个现象 所以这个星象家讲啊 这个是最恶劣的星象 恶心在之啊 这个星象的排列 会给地球带来灾难 这个是我们用西方人的话来说 这是我们太阳系的磁场 星球这种排列的方式 造成一个最坏的磁场 最不好的磁场 啊 我们地球上这个生活环境啊 受极重大的影响 啊 它影响我们气候 影响我们这个 这个无线电通信的电波 啊 会起很大的干扰 啊 也可能引发 这个地震 风暴 啊 不晓得到时候是什么样的灾难 出现 那么对人的影响 这个不好的磁场 影响人的情绪 啊 人在这个磁场里面 心神 不稳定 啊 啊 显得急躁 容易发怒 啊 那么人在这种状况之下 很容易啊 出变化 很容易出情况 啊 如果是个国家的领导人 在这个情况之下 神志不清 容易发脾气 啊 一小不如意 发动核子战争 那这个灾难就大了 啊 啊 所以我们晓得 啊 这个是 非常 明显的 四十 我们 走到一个 地区 或者走到一个 房屋 啊 这个房屋里面气氛非常不好 走进去之后啊 就感觉到很不舒服 啊 毛骨悚悚然 啊 外国人是讲磁场 啊 我们中国人讲气氛 啊 这个时候太阳系的气氛不好 太阳系的磁场不好 容易出事情了 所以他把这个灾难呢 就定在这个时候 啊 这个日期怎么定的呢 从星象上定的 啊 但是 这个星象 对我们究竟有多少影响 啊 这个时代的 这些科学家 甚至 这些 西洋的 瞻心俗 都没有办法估计 但是 大家都承认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啊 这个是几乎公认的 究竟有多大的危害 没有人敢说 啊 诺斯丹玛 他的肯定 使出很大的灾难 恐怖大王啊 从天而降啊 这世界上空前的大劫难 这是他说的 所以我们 学佛的同学们 我们听到这句话之后 提高禁止 我们不像他那么样的灰心 那么样的消极 我们积极 我们努力 断卧修善 从内心里头 真诚忏悔啊 好好的念佛 断卧修善 一定要真正做到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要把我们的爱欲 断掉 要把我们的事欲 断掉 是嗜好 这两种欲望断掉 你的头脑就清醒了 你就会觉悟过来了 你就有能力应付这个灾病 我们在澳洲 我们在澳洲 布里斯班有个小道场 我昨天通知那边 积极筹筹备 大夫妻 借其念佛 也是24小时不中断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场地比较小 我说我们可以信丁48个人 因为只有那么大地方 48个人 念佛念49天 七个旗连在一起 日夜不间断 外面的人也可以去参加 要事先报名 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工作都很烦 能够把工作放下 念49天佛 不太容易 所以澳洲这个 这个49天的念佛法会 参加的人 我们放宽一点 不要限制那么严 他能够参加一个星期 也好 参加两个星期 也好 全程参加 当然是最好 我们可以登记 把这个 如果人太多了 我们这个时间 从容来分配 不必实念佛堂 每一天都保持48个人以上 不会少过48个人 佛家说 笑在灭难 念佛是第一殊胜的法门 在佛法里 八万四千法门 任何一个法门 都摄取了效果 也就是都救不了他了 最后 最后还有念佛法门 最后还有念佛法门 可以帮助他解救遗难 他一念佛法门 依旧可以得度 念佛在佛门当中 是第一殊胜的法门 所以 摄放世界 一切祝佛如来 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称阿弥陀佛为光众极尊佛众之王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一句 就想到这个西方许多星象学家了 告诉我们 今年8月18号 太阳系星球排列 是一个灾难的排列 那么这个日期 距离我们非常非常接近了 我们应当有所警惕 知道太阳系的磁场 对于我们确实有影响 只有对这个禅定功身的人 真正有定会的人 他不受影响 没有真实定会的人 没有不受影响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